Hello 大家好 來到九月 當然要開始預備去露營 去露營除了要帶頭燈之外 當然也想有多些氣氛 今天就會介紹韓國Claymore的三款露營釣給大家 讓大家除了去露營要帶頭燈在營地用之外 也可以用一些露營釣燈去裝飾自己的營區 在我介紹之前 記得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旁邊的鈴鐺也要記得按 不然每個星期有新片通知你就會收不到 今天介紹的露營釣會有三款 分別有UF5、Enough3和Middle的露營釣 我們先來介紹UF5的露營釣 其實它也推出了一段時間 其實是跟Multi-Phase同時間推出的 其實一直都沒有特別介紹給大家 這次就借這個機會 就可以介紹給大家露營的時候都可以用到它 現在就開箱給大家看看 其實UF5除了這個灰色之外 其實都會有黑色的版本 有兩個顏色可以讓大家選擇 還有Claymore的露營釣 基本上都會有一個收納袋跟著 所以就不用自己再另外找一個袋 去進入這些露營釣 其實有一個厚身的收納袋 都會非常方便去拿 還有這個皮革的手帶 都是非常方便拿在手上 而且也不怕髒的 都拿上手也很舒服的 然後我們就打開收納袋 就已經看到UF5的露營釣 一會再介紹給大家 除了釣燈之外 還有一些Paseca 其實都是用來扣在天幕 有些形繩上面的 現在我們快來看看 UF5的釣燈究竟是怎樣使用了 大家第一眼就會看到 其實它都是由5個燈泡去造成的 其實裡面都有用LED燈 所以其實都頗光的 它的Lumens 是最少由80個Lumens 到1300個Lumens 其實1300個Lumens 最光的光度 都很足夠你掛在露營地 你的天幕上去使用 而且大家可以留意到 它的燈罩 其實是用一個silicon的矽膠去製造的 所以其實出來的燈光的效果 它的光線都會比較柔和 就不會像用一些硬膠的燈罩 它的光線就會顯得柔和一點 就令到你的營地 都會更加有氣氛一點 UF5的露營釣燈 就一定要配合一些 Multi-Face 或者是Power Bank 去做使用 因為它本身都是沒有一個控制 所以其實都會依靠Multi-Face 去做控制 或者如果你不用Multi-Face 其實你也可以加一個Multi-Controller 其實Claymore都有這個配件可以使用 其實就是把你的Power Bank 連接這個Controller 和連接你的UF5調燈 就可以去做一個控制光度的使用 如果你是把Power Bank 連接你的UF5調燈的話 其實都可以使用的 但它就會立刻亮燈 而且都不能控制它的光度 但是加上Multi-Controller的時候 你可以控制你的光度 以及可以調整它開關的使用 同樣 你插上Multi-Face的時候 左右兩邊都可以的 大家留意 左右兩邊都可以插 那就選擇其中一邊 用之前記得把你的Multi-Face 以及你的UF5調燈 都連接在你的手機上 這樣一按著Claymore的專屬APP 就可以做使用 例如現在好像小偏按 已經連接好 你就可以試一試 開啟你的Multi-Face 先看看 同樣地用App去做操控 是最方便的 可以調校光度 可以距光的方向 三邊出光也可以 然後呢 在你穿Multi-Face的同時 你也可以穿上你的UF5 我把它連接在右邊的Gear 你就可以調校它的光度 或者你就可以關掉你的Multi-Face 直接按Ride Gear 只要穿你的UF5調燈 這樣也可以的 還有也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它有暖光的模式 有白光的模式 大家就可以根據你的使用環境 去調校你的光度 但是大家都要留意 用PowerBank再加上控制器 它只能夠調節到燈的模式 例如白光暖光的部分 就不會像專屬App 可以調節它的光度的大小 大家這個方面都要留意 大家也會看到 剛才也提到 現在UF5本身就是跟著一個圓形的燈罩 你會覺得原型好像不太漂亮 我們Claymore當然有新的配件 就是這個雪人的燈罩版本 其實這個就是有一個特別的造型 是雪人的造型 大家如果買UF5調燈的時候 都不妨加一個燈罩給自己的替換選擇 而且因為它是雪人的樣子 其實都比較可愛 如果你是大小去玩的時候 你也可以選擇用這個燈罩 配上去 其實它總共有五隻 配上是UF5的調燈 但是你說它只能配上UF5的調燈 就不要拿去配上我們接下來介紹的 Enough3的露營 五隻的雪人 都是非常可愛的 那怎樣換燈罩呢 其實就這樣撕開它 就這樣撕開它 因為它是直膠柔軟的 你就這樣撕開它 那你再配上雪人 這樣就可以換到一隻了 其實你們都會看到我現在 都很容易就這樣套上去 其實清潔來說也是比較方便的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SiriTone的直膠 變成清潔也是很方便的 現在同時就試用這個Multi controller 就去試給大家看怎樣連接 Multi controller 其實都是用在UF5的調燈上的 或者是如果你有Multi-Wing的話 都是可以用得到的 那你會看到 其實本身都會有一個 著燈的按鈕 還有轉光 轉色溫的按鈕 其實就只有這兩個按鈕 但是因為UF5本身是沒有任何的電鍵 可以按鈕 它的連接位置就只會有一個USB的插頭 另外一端就是一個膠圈 其實它就會很依賴Multi-Phase去做控制 或者你用一個Multi-Controller 現在就先將Multi-Controller 和UF5的調燈去連接了 接著再連接你的Power Bank 也要留意它這個是USB-A的插頭 你也要用一個有USB-A的Power Bank 去做使用 插住了之後 你會看到它有著燈 這個時候你就按著它 它就會著燈 如果你要去轉燈的時候 按這個轉轉的按鈕 它也會轉顏色 然後就要介紹 Enough 3的露營 其實它就是最近新的露營釣燈款式 它跟UF5是有點不同的 現在都開箱給大家看 但是它也有一個收納袋 跟給大家 大家都可以方便收納 然後還有一些說明書 然後也會有爬山扣 跟給大家 可以扣在天幕和螢幕上 去做使用 然後就是它的本體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Enough 3的本體 其實它最大的分別 當然是它只有三顆燈 但是它也是用LED燈去做照明 但是也會看到它的燈罩 它是硬身的燈罩 而且是一個有波紋的燈罩 跟UF5有些少許不同 接著來說 最大的分別就是 這個智能的吊燈 就會跟著藍牙控制 即是它可以用Claymora的專屬 來控制 或者它本身已經有一些按鍵 可以控制這個燈 一會兒都可以試一下 給大家看可以怎樣使用 剛才也提到 因為它本身已經有一些燈 所以它也不需要用Multi-Face 去控制你的光源 當然你也可以用Multi-Face 去做供電 現在我們就純粹試一下 用Powerband的形式 去做開關的控制 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Enough 3的燈 都是用USB-A插頭的 大家也要用一個USB-A的Powerband 插進去 插進去 插進去已經會亮光了 這時候我們可以用它本身跟著的燈 可以做控制 譬如是 熄燈 以及控制它的色溫的光 也可以 Enough 3的燈 都可以有五段的光 去做調校 還有它中間也會多了一個按鈕 可以調校它的光度 現在這個是最弱的光度 只要我們按中間這顆按鈕 它就會由最微弱的光 去到最大 去到最大的時候 它就會閃一下 然後我們再按下去 它就會變小 就是一個循環 大家可以根據使用的環境 去控制你的光度 而且它也會有一個睡眠模式的時間控制 但是那個就要用它的專屬APP 去做使用 不單只是插進去電腦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拿回我們的手機 連結你的Enough 3的燈 我事先已經連結好了 記得連接前確保你的燈是開著的 否則它就會顯示連線失敗 現在我們就可以按進去 去控制你的Enough 3的燈 最光可以去到20 也可以去到1 也可以 而且也會有六種的色溫 去讓你選擇 大家就可以根據你的使用環境去做選擇 而且也會有一個SOS的警示模式 它也會自己用一個 黃光D去做閃燈的效果 而且也會有時間掣 你也可以控制它要開多久 最長到6個小時55分鐘都可以 所以現在Claymore的燈其實也很智能 譬如可以是風扇 我們V1040可以用遙控 Claymore的燈也可以用Multi-phase 然後用專屬APP去做控制 甚至來到Enough 3的露燈 都可以直接用到專屬APP去做控制 大家就可以因應你想用在哪些露燈的環境 然後想可以帶到多少的配件去 甚至如果你是和一大群人去露燈的時候 都需要一個比較光的環境 可以連上Multi-phase 加上露燈去做使用 同樣 UF5也是可以換燈罩 Enough 3當然可以換燈罩 它換燈罩的方式就有少少不同 不同 剛剛UF5直接拔開就可以 Enough 3的燈罩有少少技巧 就要有一個扭的動作 扭一扭 這樣就可以開得到 除了這個本身跟著的有紋的燈罩之外 你買Enough 3的燈的同時 都會送一個Bubble的燈罩給你 你去做一個替換 同樣拿到這個燈罩 直接扭下去就可以了 它就很牢固 同樣也是一個硬的燈罩 接著就來到Middle的露營 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外觀 大家不知道會否覺得 它好像在香港一些很舊式的街市 可以有一張紅紙去照雞蛋的那一款的燈 我們現在就拆開它 看看它的本體是甚麼樣子 因為它的燈具都比較扁身 所以相對地它的收納袋都會比較扁身 但也是一個很好的收納方法 可以配合這個露營 而且一打開 就真的非常簡約 只有一個燈和兩條線附上 燈大家會看到是一個圓形一餅 中間就會有一個四分之一吋的插孔 可以插在一些Claymore的腳架使用 或者是一些Ball Cap的配件去使用 而且它連接著會有一條電線 因為它本身沒有包含電池 所以一定要跟一個Power Bank 或者是Multi Phase去做供電使用 但相對地它也會做得比較輕 它的重量只有397g 但它雖然只有397g 但也是有五段光可以調校的 而且非常簡單的設計 只會有看到Claymore的logo 還有它只有一顆按鈕去控制 是非常簡單的設計 還有它附上的兩條電線 都是一個頭會插在中間的燈 另一邊都是USB-A 一條是短一點的現場線 還有一條是長一點的 其實兩條線都是有用的 不是沒有用的 其實短線可以用來連接Power Bank使用 長線來說就是連接Multi Phase去做使用 我們一會兒也測試給大家看 是可以怎樣做連接和去做使用 現在我們就試試連接去做使用 第一個方法當然是可以用Power Bank去做連接 大家都要留意 如果是Power Bank去做使用的話 都要看一看它的輸出功率 是要用一個5W2A的輸出功率才可以用得到 小拼都試過用一個如果不是5W2A的輸出功率 去做使用的話 拆下去是不穿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用Power Bank去開啟中間的露營 這個要點都要留意 但是如果你說拿回我們的好朋友 Multi Phase去做使用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本身也可以做供電 也可以自己使用 亦都可以連接不同的露營釣燈去做使用 好 現在我們就先把這條的現場 連接中間的吊燈 再找我們的Power Bank連接它 基本上整個吊燈是只有一個按鈕 你也不用找其他按鈕 是只有一個按鈕 你按著它 它就會亮燈 現在這個是白光的模式 其實它除了白光之外 還有五段的光都可以調教 好 當然我們介紹了三款的露營釣燈 我也不可以就這樣放在桌上試給大家看 現在我們就模擬一下在外環境 用一些露營添摩機筋 或者一些腳架去掛起露營釣燈 是一個什麼狀態 好 現在就將中間的吊燈 插在Clay Mora的Basic Stand上 今年也有兩款腳架 一個是卡奇式的Basic Stand 另外還有黑色的選擇 大家有需要的時候 都可以買腳架去一同使用 現在我將中間的吊燈連接了Power Bank 我們按著它 按住它的時候 都可以做一個光度的調節 好 現在我們就試試用Multi-Face 去連接中間的露營釣燈 如何使用 剛才我們是用短線 現在我們就用長線去連接Multi-Face 現在我已經連接了手機APP 就可以控制到我的Multi-Face 以及我的中間燈 中間燈我插在Left Gear 你可以把它打開 也可以調整光度 但它調整的方式會比較硬 沒有剛才好像有Dimming的效果 這個就會比較硬 好像一格格調整你的光度 也可以有不同的色溫顏色 也可以根據你的環境去調整 例如晚上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柔和的燈光 現在就要打開一度的光 如果你想要煮食的時候 可能用白光 就調整光一點 其實連同Multi-Face的光度 其實都很足夠使用 這個就是用手機APP 連接Enough3露營釣燈的時候的狀態 其實都會看到Enough3的線長 都比較長 基本上都很足夠 你拉一個白人用的天幕 或者是你的帳篷 其實都會看到 我都未開完電線的 都是連接了一部分 如果開完的話 其實都非常足夠使用 因為燈和燈之間的間距也有些距離 就算你掛在螢幕上 你可能在中間的燈 就放在最中間的位置 即是在螢幕頂的位置 另外兩邊兩顆LED燈的時候 就可以掛在營門的兩旁 其實就會令整個營門非常光亮 而且因為它的吊燈 除了白色光之外 我們都可以調整不同的 食溫的光度 其實譬如晚上 我們可以調整一個 柔和一點的燈光 真的要進出的時候 可以用白光 你掛在螢幕外面 其實都可以照亮到你的螢幕裡面 相信在一般的情況下 這個Enough3 就算它只有三顆的燈泡 都是很足夠光亮的 好 現在這個就是換上了Bubble燈罩的外表 因為其實它是平滑的表面 而且它也有好像少少 有不算磨砂的 就是有少少模糊的效果 所以照出來的效果 都會比較柔和的燈光 現在這個是最暗的光度 譬如我們換上白燈吧 白燈的效果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可能再調光一點 現在我就把UF5掛了出來 大家都會看到 當然因為它有五個燈泡 會看到它的線長 都會比剛才Enough3長很多 所以為甚麼 UF5都適合在天幕上 甚至在多人的帳篷上 其實都會比較適合大範圍的營燈使用 而且現在都給大家看看 現在都給大家一個效果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實它除了平時一些白光 暖色光的調節之外 其實它也有一個變色的效果 當然了 你也可以打開你的Multi Phase 去做使用 可以做不同的調整 現在我們也可以看看 UF5變色的效果 還有大家也可以看到 每一個燈泡上面 其實都會有一個圈扣的位置 其實就是方便你用附上的燈身扣 扣在天幕上做使用 每一個燈泡都有 而且也可以看看 UF5的燈罩下面是通通的 跟剛才的ENOV3的燈罩 包含底部有少少不同 它的燈光也是比較柔和的 好 現在就試買這個 雪人版本的燈罩給大家看 其實在晚上來講 掛一個雪人圖案的燈罩 其實都挺特別的 雖然雪人是一個聖誕節才會出現的東西 大家接下來的秋冬季會去露營的時候 掛在這個燈罩 相信在你的營區都比較特別的 大家也可以買UF5的時候 都可以考慮買這個燈罩 是非常可愛的 今天就介紹了三款的露營給大家 以及它一些相關的配件 三款釣燈我都覺得各有所長 是有不同的好處給大家使用的 不知道這三款的露營釣燈 大家又覺得怎樣呢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甚至接下來露營貴 大家又會想著怎樣裝飾你的露營營地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小編 今天的介紹就是這麼多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有什麼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收到意見都會回覆 今天的介紹就是這麼多 下次再見 拜拜